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相声 我 十三吧 小学一毕业嘛 谁让你干的这行 没人让干 我喜欢这工作 自己就考取义团了 这十几岁的孩子 主意就这么正 我摸耳朵 怨的呢 多硬啊这耳根子 什么意思这是 耳朵根子硬 有主见 这可不是耳朵根子的事 反正我这人做事 向来是敢切敢拉 好 人就得这样 就得有主意 有这么句话吗 男的没主意 瘦一辈子穷 女的没主意 瘦一辈子穷 好吗 俩都一样 这还分男女干嘛 不是 说不好这句话 反正不论男女 都不能没主意 这话倒对啊 不过您说了半天 这是说谁没主意啊 哎 我媳妇 我媳妇 没法跟你比 哎 他跟我比得着吗 比不了你 不是 你媳妇怎么了 太肉 肉 太胖啊 不是 不是胖了瘦 怎么意思 肉了乎乎 做事嘀嘀咕咕 没准谱 哦 他是爱犹豫 对 犹豫 犹豫 昨儿中午啊 把我气坏了 怎么回事啊 昨儿他歇班 是 早晨起来说好了 中午饭 包饺子 好吃不如饺子吗 等我到家一看 他活了这么一大盆面 坐那发愁呢 发什么愁啊 不是包饺子吗 是啊 开始啊 是打算包饺子 活了这么一块硬面 可我一琢磨 你平常最爱吃的是烙饼 对 对烙饼吃 这么着 我对了一大碗水啊 把这面呢给揣软了 对 硬面饺子 软面饼吗 可我又一琢磨 咱老没吃面条了 擀面条吃啊 现成的麻将 一半剔了秃鲁 多省事啊 擀面条 我擀面条 这烙饼的软面 能擀面条吗 是啊 我又掺了不少干面 把它揣硬了 这不是 又活硬了 可是吃面条 没预备菜码啊 光有搅羊肉 多 多加水 又揣软了 烙馅饼吃 又改馅饼了 可说好了包饺子 改馅饼 你准不乐意啊 还包饺子吧 就这拿不肯足意啊 全耽误了 其实我动手一点都不晚 是啊 九点就和面 嗯 开始才三碗面 就这么一游去 你看 改来改去的 变一大盆了 是啊 你再游一会儿啊 这一袋面全和上了 那可不 咱先说 这饭怎么办吧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琢磨琢磨嘛 还琢磨呢 我说你自己琢磨啊 自己琢磨 我不吃 我走行吗 哎 你怎么走啊 我不走也吃不上啊 你看这犹豫劲的 那你不吃饭了 我干嘛不吃啊 我上我们厂吃去 你们厂 哎 你在工厂里上班 对啊 我在工厂里头 当一个统计员 嗯 是个小干部 我们厂有食堂啊 我那吃去 嗯 到食堂一瞧 正外面呢 哦 我挨个 还到窗户口啊 我说李师傅 给我来份菜 来份什么菜 来份炒芹菜 来炒芹菜吧 嗯 炒芹菜 别忙 别忙 那什么 那个 烩豆腐 哎 我烩豆腐了 烩豆腐就干饭 一货 不错 没干饭了 没干饭 馒头 馒头别烩豆腐 馒头烩豆腐不合适 馒头 馒头我就什么菜 这个 啊 要不要你先买 你先买 让后面那边先买 我琢磨琢磨呀 哎 你先琢磨着 买完了 买个什么呀 鸡蛋炒蒜蚝 嘿 我来鸡蛋炒蒜蚝 我来这 先别盛啊 先别盛啊 别忙 我琢磨 我琢磨 鸡蛋炒蒜蚝 哎呀 这个 脆豆 你先买 你先来 又让过一个去 我琢磨琢磨呀 还琢磨呢 这个蒜蚝 倒是好吃 好吃可有意见 这东西它跟别的青菜不一样 它不去火 不去火 我不来这个 我呀 来什么呢 我 你是吧 咱有醋溜白菜吗 搞理说 什么也没有了 都卖完了 你看还有人吗 你看 你呀 来块酱豆腐 加馒头吃 没菜了 我给气 你还生气 不怨别人啊 就怨我媳妇 怎么呢 他在家要不犹豫 这包饺子 我就吃上了 是啊 你在这儿 要是不犹豫 也不至于吃酱豆腐 我的老犹豫 你们两口子 谁也别怨谁 一顿犹豫 你不能那么说 你不能那么 我跟他不一样 他爱犹豫 我遇见那个事 不容你不犹豫 你遇见什么事了 你说吧 我爸爸过生日 我应不应当去祝寿 应当 我岳父的生日 我去不去 得去呀 可他们俩的生日 在同一天 这怎么办 多寸呢 哪天呢 八月十五 好日子 这什么意思 中秋佳节 团圆呢 团圆呢 团圆 我上哪儿团圆去 你上你父亲去 我上我父亲的 我媳妇乐意吗 哦 对 那上你岳父呢 那这边呢 我落不孝顺 干脆 你们两口子 一人去一头 一边一个 我们俩怎么团圆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 你不也犹豫了吗 你有主意吗 没主意吗 我没主意 你说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呀 你有办法 你怎么办 下班之后 我打车间往外走 走到厂子门口 我数这步 看一共卖多少步 干嘛 要走个单数 上我岳父家去 要走一双数 上我爸爸家去 这功德 儿童游戏 记这数 好容易快到厂子门口了 传打室那刘大爷一喊 哎 有你封信 哪来的 一打肠坏了 怎么了 记那数乱了 这怎么 在想 想不准啊 这得准 得从来 从来 还来 打厂子门口往回走 再数 从数一回 还数啊 还数 我看你呀 算了吧 甭管你怎么数 你也是白数 才白数 不是 你数着数着一打岔 还是得忘 这不白数了吗 还真叫你说对了 白数了 你看什么呀 我走到厂长办公室门口啊 正敢是厂长犯心脏病 蹲那了 起不来了 周围一个人都有啊 都下班了 让我预设了 这我管不管 管哪 赶紧送医院 送医院 这心脏病人 你要一动他 就许重了 谁负责 也是 不 病人别动 你给他吃药 给吃药 你有药 我哪有药啊 其实我倒是带着药呢 什么药啊 肠除青 那不行 厂长吃那没用 我吃那挺管事的 那是啊 你竟闹虫子吗 不管我一时候 范真玉他们 那个量都吃这药 你们都有虫子 这药给厂长用不上啊 你自个留着吧 我正犹豫呢 厂长睁眼了 直指这上一兜 这什么意思 带着呢 带着药呢 好 我一掏 有 到处一片来 搁嘴里 一会儿的工夫 缓过来了 我要不再跟钱啊 还麻烦了 你瞧 无意之中 做了件好事 厂长对我这个夸呀 哦 说我工作是一贯的 勤勤恳恳 早来晚走 以厂为家 好 没过多少日子 提升 提升我为厂办副主任 瞧这事赶的你看 刚当了副主任 没几天啊 就赶上跟厂长啊 带着几个技术员出差 上哪儿去 到广州 干什么呀 跟外商啊 洽谈 要进口一批设备 不是 进口设备 你去干嘛呀 我给厂长当助理 你当助理 这厂长也没长眼眉 那这叫什么话 确实 坐火车到了广州 那地方是热呀 是 厂长心脏病 要我饭了 呦 这回住院治疗 哎呀 那谈判这事儿 怎么办呢 指定让我负责 你负责了 我负责 那好啊 谈吧 谈 谈不是说聊了天 谈谈话完了 还干嘛 完事还得欠字呢 你欠呢 欠 说着容易欠的 责任 这是责任 给人欠 你当责任 这啥管得着吗 要不欠 咱算干嘛地呢 给家打长途 请是谁 厂长在医院呢 我负责呀 这几技术人也可恨 怎么了 不拿主意 不表态 一个一个拿眼瞄主 你说我受了 受不了 不是 你受不了也得受 谁让你负这责的 外商看出来了 人家懂这个 看出这意思来了 家警公事 他拿话挤着我 我一想 不能让他们小看了 是啊 既然负这责任 我就得担着陈柔 对 当时我一咬牙 一跺脚 干脆给人欠字 上套谋房 躲了 躲呀 我找地方 我也清静清静 这回看你怎么决定 怎么决定 不欠 不担责任 不是 你不欠没关系 怎么跟外商交涉呀 不用交涉了 有个同行业的厂家 他抢着把字欠了 叫人抢走了 买卖没贪成 我伺候厂长回来了 你看 白跑一趟 回去准备IP吧 IP 不但没IP 受表扬 破格提拔我为副厂长 不是 这怎么回事 这个 原来那个外商啊 他捣鬼了 是啊 发来的全是那个淘汰产品 哦 跟他欠字那厂子 损失外汇好几百万 公司召开了一个厂长联席会议 哦 让我在这会上谈谈 谈什么呀 谈谈我的经验 由于上级的培养 同志们的帮助 哦 至于我个人 就有一点体会 什么体会 那就是不该签字的 绝不签字 哦 不该拍板的 绝不拍板 对 不该办的事 我绝不办 要是该办的事呢 那也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还是犹豫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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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